跟各位朋友一下分享 我們就邀請鄭老師 他是西醫社大中二的同事工作室 對這一塊我們就請鄭老師跟我們分享 我們先歡迎鄭老師 各位先進前輩還有鄉親大家早 我叫鄭成翔 我是信義社大的講師 那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 來跟各位報告有關於這邊附近的 提堂的還有一些煤礦的一些歷史 那大概在康熙 康熙33年左右 就是那時候已經是320年前了 蠻遠的 那一個年 台北這邊發生一個很大的地震 那這個地震以後 地層就崩落 崩落以後就形成了一個康熙的台北湖 那雖然我們這附近 並不在台北湖的範圍 可是我們這附近 大大小小的皮膽還蠻多的 那有一次我去日本去富士山 那富士山周圍有達到小小的這個湖泊 那他們日本人說這個富士山是一個女神 那這個山下的這個湖泊就是這個女神的鏡子 這個講起來還蠻有詩意的 那我就想我們這個整個南港山系周圍 原來也是有很多的這個女神的鏡子 可是這些鏡子怎麼都不見了 那大概康熙35年的那一年的冬天 無建的湖州火藥庫發生火災大爆炸 那那個管事的人叫做同志 叫王仲謙 他就緊急的趕快派那個易永和到台灣來 那他到台灣來最主要就是要到北投去挖硫磺 硫磺就是黑色火藥的重要的成分 那他從這個船到了台南 那一路的北上就用走的 那時候交通根本沒什麼路 沒什麼交通 那台灣北部大概都是原住民 跟泰亞族人 凱達格蘭人跟泰亞族人的天下 那時候幾乎沒什麼漢人 那他到了台北這邊 停留大概有半年左右 那除了去不用原住民去挖硫磺以外 他就整個台北到處走到處看 那所以他回去了以後 完成任務回去了以後 他就寫了一本油記 叫做碧海油記 碧海油記裡面就有詳細的介紹 台北這邊的人文地理的狀況啊 這邊的這個原住民怎麼生活啊 他們吃什麼用什麼住什麼 那包括這邊有很多的大大小小的皮糖 他都有一些紀錄 那根據這些紀錄 我們了解這附近的最北的地方 大概比較大的皮糖 就是我們知道的三重補皮 剛才先進也有介紹這個三重補皮 那三重補皮 古代大約有10公頃左右 大約 那民國38年 我們國民政府 國共內戰失利 結果就撤退到台灣來 那後來不是發生了這個 古名頭戰役嗎 共軍就登入 但是他後面的補給不上 結果就被消滅了 那政府就警覺到 這個對面的共軍隨時會蠢動 那我們從金門 用望遠鏡可以看到對岸 那對岸如果在集結 武器在集結 兵員在集結 我們這邊假如有大砲可以打他的話 那就不用等他登岸 對不對 所以就緊急的在這個 三重補皮這個地方 徵收了140公頃的土地 來作為冰工廠 也就是我們現在知道的202冰工廠 那這個冰工廠 開始開挖建設的時候 這些土啊 全部就堆到這個 三重補皮裡面去了 所以10公頃的這個皮檔 一直縮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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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到剩下多少 還不到1公頃 0.7公頃 那為什麼會剩下0.7公頃 為什麼不把它填掉 因為冰工廠也需要防火啊 所以他留下最後的這個是作為消防用的 剩下0.7公頃 還不到1公頃 那這個 那這個 時代一直在變化 現在大炮已經沒有用了 對不對 這個202冰工廠生產出來的大炮 在這個後面的823炮戰 是有用上的 那現在已經發展到灰彈了 我們最近才發射一枚熊戰灰彈 那這個灰彈已經很有用了 所以就大炮 長距離的 大炮也沒有用了 所以這個冰工廠還就慢慢的燒了 變硝了 最後也遷租了 那最近我們政府就要把它發展成這個 生計園區嘛 那就準備再把這一個 這個三種木魚再把它擴大 再把它挖到4公頃左右 計畫是這樣 那現在也正在施工 那因為我也是這個 中研院的生態志工 我就有參與了這一部分 他就是把這個三種木魚 原來剩下0.7的這個水 把它抽的比較乾了以後 把裡面有的物種 全部拿上來 然後把它先放到 中研院的生態池裡面去 去互利保護 那將來這個三種木魚 恢復到4公頃以後 還要再送回去 那這個物種要保護 好好的保護 那其中有像有這個 裡面有那個魯塞吉 那個 它的學名叫做高鐵龐鼻 那我們台灣人都叫魯塞吉 那魯塞吉很小小的 可是它的生的卵 如果直接在水裡面 那其他的魚 包括螢火蟲的幼蟲 蜻蜓的幼蟲 就把它吃完了 所以它就發展出很特別的 跟那個大石棒 就有絕對共生的關係 那個大石棒 假如說大石棒的卵 幼蟲 直接在那個大石棒的旁邊生活 那大石棒像這麼大一個 它可能一輩子離不開50公分 那如果它的周圍也都是大石棒 那是不是把自己的媽媽壓死了 就一堆石頭在那裡 所以那個高鐵龐鼻 就跟這個大石棒 它有絕對的共生的關係 高鐵龐鼻的那個母的 它那個長長感長長的 就伸到那個石棒的那個 進水孔 它在過濾這個水中的物質來生活 就伸到那裡面去長卵 卵就那個大石棒替它保護著 然後呼化成小小魚的時候 等活動力很強的時候 它再可以轉出去 這樣子 所以它這個高鐵龐鼻 就被大石棒保護 那對大石棒有什麼好處 那大石棒它就 它會被殘暖 暖腹化以後叫做 勾戒幼蟲 那勾戒幼蟲就會勾附到 剛剛講的大那個高鐵龐鼻的 小魚的塞啊 或是它的林片的地方把它勾住 然後高鐵龐鼻的小魚 流出去的時候 就把它帶走了 帶走了在這個水裡面活動生活 等到它長大夠大的 重量夠了 就掉下來了 掉下來就不會掉在原來它媽媽那個石棒的身體旁邊 就會替它帶出去 所以它這個生態還蠻特別的 那 那這一個三種補皮 將來就會把它揮霧到四公頃左右 那生態也會再揮霧回去 那剛剛前輩也有介紹 這個三種補皮那邊的生態 真的是非常豐富 那因為是軍事管制區的關係 人為的干擾降低的非常低 所以那邊的生態保護得非常好 那再往南一點就是那個新鎮阿比 新鎮阿比在過早上是超級大的 它包括到這個中校東路七段的一部分 包括到那邊有那個瓶蓋工廠阿 浴城國小阿 還有這個松山南港高中阿 包括到現在的這個捷運站的部分 好大一邊喔 大概會有兩百公頃以上 那 它長期的在民國三四十年 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 這個長期的被這個 幾乎台北市建設 挖起來的繪圖阿 都堆到這裡來了 一直把它填填填填填 填到現在喔 大概剩下五公頃 那這個五公頃還是蠻漂亮的 那它旁邊有一大片的土地喔 是那個叫做新鎮公司的喔 新鎮同胞的名字就知道喔 它就是把蹄塘變成陸地 叫做新鎮喔 像內湖也有一片地喔 原來也是蹄塘 它變成陸地 然後就賣給慈濟喔 就是新鎮公司的杰作喔 那新鎮公司也在那旁邊喔 建這個別墅啦 建這個房子啊 那從古代的一直說說說 當然也不是全部新鎮田的喔 說到剩下大概現在是五公頃左右喔 那這五公頃還是蠻大的喔 還是很漂亮喔 那接下來再往南喔 就是後山鼻啦 後山鼻在以前也是很大喔 大概會超過一百公頃喔 它前面有一個 它原來是有兩個鼻塘 一個叫做雙龍鼻 一個叫做這個大圓鼻 兩個鼻塘非常靠近喔 統稱就叫做後山鼻 那它也是長幾倍填土 填到幾乎零啦 那後來建南港公園的時候 再又重新開挖起來 把挖起來的土喔 堆到南港公園上面喔 變成一個山 所以南港公園裡面的山喔 也就是挖鼻塘在堆起來的山喔 那個鼻塘現在喔 就2.6公頃 所以我們有捷運站 也有這個後山鼻站喔 事實上後鼻站 後山鼻站 離這個後山鼻還有一段距離喔 那再更往南一點喔 就有一個中鼻 為什麼叫中鼻喔 因為它在這個 大大小小的鼻塘中 中間的位置 所以它叫做中鼻喔 那中鼻喔 在古代大概有接近30公頃左右 那中鼻的上面喔 就是有開挖梅框 就是松山一坑喔 那整個南港山系挖的梅喔 我們都統稱為松山梅 它是松山一坑 那松山一坑挖出來的梅喔 它有洗梅的啦 或是廢土啦 就會堆積在比較凹的地方啊 或是小溪流的旁邊啊 下大雨的時候就往下衝喔 有時候就變成土石流 然後一直往下衝 最後就跑到這個中鼻裡面去 把中鼻現在是完全看不見喔 全部就填滿了 那填滿了以後 那個地是屬於這個柳工農田水利會的地 後來他就把他反正鼻檔不見了喔 就把他捐給政府 政府就建一個果狀在那裡 現在就是那個柳工果狀 就是中鼻的位置喔 包括到後面靠山的部分喔 有一大片的停車場 它原來就是一個中鼻的位置 那再更往南就是我們今天來討論的這個 湧村皮的部分 那湧村皮在過去喔 往南的部分有一個叫做蝴蝶皮喔 那蝴蝶皮也是長期被填堵填堵喔 填到現在也是不見了喔 現在的柳工園喔 還有那個松德燕區的一部分喔 也就是這個蝴蝶皮的部分喔 那再往南就有柳頭皮 我們這個南港山西的邊緣喔 皮檔在古代是蠻多的喔 那這個柳頭皮喔 現在就變成這個 台北醫學院的前面的花圃 還有他外面的市長的那個部分喔 這邊就全部都是原來柳頭皮的位置 那現在也已經被填掉了 完全都看不見了喔 那有人告訴我時間到了喔 因為只有短短的時間喔 後面就有關於這個 譬如說煤炭的開採的部分 跟這個蹄蝶的關係喔 還有煤炭開採的 跟宗教的關係喔 這個部分喔 就不能再繼續講下去喔 這一部分將來有機會 我們再來談喔 謝謝各位 做個宣傳好了 要聽更細更精采 要修正老師的課 他的課也是非常豐富的 聽他講故事 才會知道你看 這麼多皮檔其實在我們 整個古山的邊緣 從剛剛 從北往 他用了很短的時間 其實這個時間裡面 不夠多給他 這是非常遺憾 但是他在社大上課 我覺得真的像一個國寶一樣 我的國寶 很多很多資訊都知道 那這樣可